好姐妹你都出卖 你可真是个烂货呀 我跟你那么多年姐妹 凭什么一起住这大别墅 还有个大老板的未婚服 听说那个少祖 又老又丑 正好配你了 今夜姐妹就送你了 最配你心了 少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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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珠 好啊 怎么是你啊 爱的 就 才做 救我 救我中最重要 只有我在那球员 昨晚不是和美希喝酒吗 怎么会 去保育州不是说 他们八年前就 这么多年 他们从来就没有学过 那乔治为什么要骗我 小舅舅 给我滚出来 小舅舅 乔治宗 八年前你是怎么答应我呢 你居然敢背叛他出轨 出什么轨啊我 那谢心涵又不是我女朋友 你干嘛你打我 你又不是我亲舅舅 乔治宗 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跪下来 求我把他让给你的吗 让个屁啊让了 他现在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你有什么资格让 是谢心涵他离不开我 我给过你机会 好那我也给你个机会 给你个机会猜一猜 你猜我什么时候能玩死 我不是叫你不要离 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是不是和男鬼混去了 昨天美琪出了点事了 我在陪他 以后离开别墅都要跟我汇报 你也不想下个月你爸的医药费 没有着落吧 不要医生 我以后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的 你别替我办完医药费 你爸的医药费一个月要三百万 除了我谁会把你养个职务人 但是医生 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八年了 你到底要藏我藏到什么时候啊 我跟你说过呢 我是乔治集团的总裁 妻子出身低微会影响集团的声誉 你说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 行了 我已经答应过要娶你了 家长被你都见过了 你有什么不放心 今天公司有个新的设计项目 你陪我去见静怡聊聊小谈 我来影响 昨天晚上 我的清白给了别的男人 静怡 赶紧看看清谈吧 你儿媳妇她又闹脾气了 简直 小舅舅 是昨天晚上的男人 他怎么会在这 清晗 他是邵氏集团的总裁 邵秦云 因为我母亲救过他的命 他任我妈当了亲姐姐 他是谁 他当然是我的未婚妻啊 清云 你认识我们家清涵 昨天晚上见过一面 印象深刻 昨晚 我 我听不懂小舅舅在说什么 怎么 谢小姐 不记得我了吗 昨天晚上 谢小姐很热情啊 昨晚 我朋友心情不好 我陪他喝酒 起来之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如果有冒犯小舅舅 还请小舅舅见谅 冒犯 确实冒犯 昨天晚上 我可是近距离 见到谢小姐的另一面 谢小姐勇气可嘉 只身对付几个流氓 我去趟洗手间 秦云 清涵这孩子 从小家境不好 你别太见怪啊 家境与寒阳无关 总比有些人 锦衣浴室 却道德败坏了 秦云我出去转转 有的人一来 家里就憋的 是在想 怎么和你的未婚夫解释吗 解释你为什么爬上我的床 我 我昨晚是喝了别人地的一杯酒 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您放过我吧 小艾舅呢 她怎么没来 她 不方便出现在我朋友 面前 是她不方便 还是不想 您到底想怎么样 我是乔依州的未婚主 一个保护不了你的男人 你留着做什么 我不留着她 难道留您这种 随便跟女人上床的男人 我不和其他女人上床 清涵 你到底想怎么样 只要你再陪我睡一次 我就帮我面 清涵 你猜 如果我现在回应了 会发生什么 你在干什么 瞧 我在换衣服 你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我马上就好 你去帮我倒杯水好吗 那你快点啊 做得很好 今天晚上到我房间了 不行 这是乔家 我别 凌晨一点 你不来 我就过去找你 抱歉 清涵 我必须要用最快的方法 把你拖出乔依州的爱情先讲 清涵 今天晚上准备住哪个房间啊 我记得你最喜欢朝北的房间 不用了 我住东边那一间 东边那是我的房间 你选我房间干嘛 一周 小舅舅选你房间 是把你当作一家人了 家里这么多房间 他非要选我呢 你跟我小舅舅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不是备着我做了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老贵去 今晚我去隔壁睡 你小心点啊 别让清液以后小舅就发现 八年了 你从来都没有碰过 你这 你是不是真的从来都没有爱过 那边 那边 乔宝贝 等急了吧 哎呀 血清还不会发现的 他这个人胆子又小又听话 咱们都埋了他八年了 是不是 他不是也没发现 我会娶他的 我现在留着他是因为他还有用 哎呀 这个人从身体到灵魂 我都是属于你的 我会给你守身如玉 除了你我谁都不会碰的 从始至终 我都只属于你 原来 他不碰我 是为了要给别的女人守身 他根本不爱你 他不会娶你的 他是喜欢这样 还是这样 一定要 我们俩清了 桌上的协议墙 怎么 邵总是对我的服务很满意 想包养我 邵氏集团明年最重要的珠宝投标项目 需要一名非常优秀的珠宝设计师 珠宝设计 投标项目 明天开始 来邵氏上班 否则你跟你未婚夫舅舅上床的照片 就会出现在每一个跟你有关的人手机里 我签 秦安 哪怕你会恨我 我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 让大家认识你的才华 小舅舅 我真的很喜欢谢秦安 我们已经上过床了 我会对他负责的 我妈可是救过你的命啊 她对你有恩 你难道忍心抢作她的儿媳妇吗 我会理她 你一大清早去哪儿了 我睡不着 出去坐一坐 请高你啊 我去勾引 勾引 你说我勾引睡 当年要不是盗用了少秦云的身份 谢秦安根本就不可能和我在一起 没有谁 抱歉啊 我太紧张了 静怡能成为珠宝设计师 这倒还需要清晨的设计 没事 小舅舅 这么巧 你也买了鱼龙版的别墅 不是巧 特意买在哪儿的 这几年 乔市的珠宝设计理念不错 从哪请到设计师啊 就我妈留的那些设计师啊 我问的是书名X 看过我的设计 我我听说小舅舅你 外界都在诚言你静怡是X 我不信 就他那种水平 设计不出这么好的设计 你凭什么这么说静怡啊 那静怡他 他这么优秀 还抄袭X 不行 小舅舅 小舅舅 你别对静怡有误会啊 别急嘛 以后啊 有的是时间来找了 邵秦云回国还是太危险 我得去和静怡商量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明天开始 我要出去上班 不行 你只能在这儿待着 哪都不许去 从我毕业那天起 你就不准我上班 八年了 我不想像一个金丝雀一样 一直被关在这儿 你只能留在这里 为乔市设计珠宝 说过的只要乔市扭克为英 你的设计费 我会给你补上 我也说过了 我不可能一辈子 只为你设计东西 我也有我自己 喜欢设计的东西 你别给脸表里了 你别忘了 当年要不是我 出钱自助的 你是个学都上不起的 穷学生 要不是我 你爸早就死在那场车祸里 你凭什么话大小声 八年了 我为乔市当牛做马 难道还还不完这些恩情吗 你搞清楚 要不是有我有乔市 你设计的那些垃圾 谁会要 金丝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愿意帮你调整设计 你以为你设计的垃圾 卖得出去吗 我不会娶她的 从始至终 我都只属于你一个 乔一舟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 八年来 我给乔市的珠宝设计费 足以偿还你资助我的费用 我不欠你什么 我们分手 是不是因为她 是不是她回来的 你觉得自己有理性对抗我了 你在说什么 从小刀打起 都是我闭上的 现在你有没有觉得 是吧 谢星汉 你一辈子都只能是我的口 你别想和我分手 你要是再难提分手 就断了你爸的医药费 谢星汉 那就是你爱了八年的男人 你给所有珠宝设计公司打电话 禁止录问一个叫谢星汉的设计师 谢谢 谁呀 他这么爱你 每个月只来一死 你是他的女朋友 还是他养的虫 笑过了吗 笑过了我就请你出去 您好 这是我做的饼干 我是邵氏集团资助的学生 这是我亲手做的饼干 谢谢您的帮助 你们认识你们的首席设计师 艾琳斯吗 她是我的资助人 我现在已经考上了国内最好的设计专业 等毕业了之后 我也想来你们公司上班 这个小姑娘要是知道您就在艾琳斯 那么她应该会很开心 是吧 剩下这盒饼干 请一定帮我交给邵总 好的 你没睡吧 爸爸 不要离开我 你就是夏心涵 你给邵总保设计公司打电话 禁止录问一个叫谢心涵的设计师 你需要做点快乐的事情 来转移注意力 我来帮你 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帮你 说话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这个 谢心涵 我的耐心有限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如果你好好听我的话 我会娶你的 你今天这个样子 你今天上上能不能好好玩 你别过来 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你算我求你了吗 你让我冷静一下 好吗 让我好好想想 我的耐心有限 什么声音 这是谁的电话 可 可能是你小舅舅的吧 他今天来找过你 发现你不在 你就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你放心 他是你舅舅 我不会告状的 今天表现不错 我决定送你一件礼物 小总 你如果找我小舅有事 把他叫下来 小总已经睡了 你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 这么早不可能睡觉 你给你叫他下来 快点 小总还知道小总的体系的 你要真有什么事 你自己去叫醒他 不是 你的手机落了 你叫他 你帮我给他吧 好的 换上了 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总 我 进去跟我换场好戏 我 要进去捉监吗 你又想要 等一下 你知道邵秦云这次为什么回来吗 他要待多久啊 邵秦云 邵秦云 怎么邵秦云一回来 你的眼里就只有他呀 想哪儿去了 我是害怕他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毕竟他熟识了 还有乔治19%的你的父母 乔治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他股份再多不也是外人 这以后受不了咱就公开吧 不行 你特别喜欢烧情面 这么爱吃醋啊 我怎么可能喜欢烧情面啊 就喜欢你了 你就是担心 你没到公开了 那些惊涵不愿意把设计稿给你了 我怎么办 邵秦云也不年轻了 没有设计思路 只有谢静涵才能帮我 好吧 算了 我愿意为了你封笔再也不封设计了好不好 静怡这设计是你的命 对不起我错了 你才是我最重要的 腰乔一周 被我们逮的了吧 让我们看看新嫂子 别闹别闹别闹 看一眼 看一眼 吓人家 看一眼 看一眼吧兄 放了包业 放过点 原来爱一个人 眼神是藏不住的 是 藏不住 所以只能离得远远的 买起来 看 给你麻烦太好了 看 是不是要坐到位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乔少 这真爱藏得可真严实啊 那可不得严实点吗 乔少爷在外头还养了支金字雀当替身呢 你还真别说 那替身我见过 长得真漂亮 还听话 咱们乔少爷爱得要死啊 我听说啊 那小替身 事事都听乔少的 真的假的呀 真的吗 谢心涵那个贱人 怎么可能比得上我未婚妻呀 要不是他求饶的样子有点可怜 又正好对我勇用 我怎么可能这么白眼 谢心涵我早就玩腻了 要是你先他没用了啊 只要我一句话 没人 只要我们说什么 放心 你先乖乖地 认真听 仔细听 那妞既然爱乔少爱得要死 不如乔少把人叫过来 让我们也见识一下呗 就是就是 让哥几个看看 那个叫谢心涵的 到底有多甜咱们乔少 是啊 咋咯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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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就是你喜歡的 那晚上 都留下呗 小李在 我哪都不去 沒想去 這個女人的身形 怎麼有點像謝 decl韓啊 不是 走啊 看什麼的 哦 來了 咱们乔哨咬的小要紧 还是有点脾气在身上的吧 难道是咱乔哨一直在吹牛 难道抓着人小姑娘一直不放的 是咱乔哨 乔哨不会真是你吧 还生气了 昨晚为什么不在家 去哪了 谢清涵你是不是想死啊 我要出去上班 你上什么班 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乔氏供稿 有种你就杀了我 谢清涵 静怡 谢清涵突然说他要去上班 还说不给我们乔氏供稿 我们 谢清涵 你安了整整八年的那 居然是个人渣 真是下了眼 谢清涵那个贱人怎么可能比得上我未婚妻啊 要不是他求饶的样子有点可怜又正好对我有用 我怎么可能这么白衣 这里在 我哪都不去 我没达算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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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跳 你心跳跳得好快 是跑着来救我的吗 邵总 你对每一个睡过的女人都这么好吗 我只睡过你 你这样抱着我 好像很爱我的样子 那你想要我爱你吗 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跑快一点 跑快一点 跑到八年前 在乔宇都遇见我之前就把我抱住 不行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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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我高筋聘请的珠宝设计师 谢清涵小姐 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同事了 大家好 我叫谢清涵 以后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这次海洋主题 珠宝设计的投标方案对公司非常重要 我决定采用公司内部竞争的方式 来定最终的方案 所有设计师强制参加 邵总 您的意思是 这位设计师也可以参加内部竞标 当然 我不同意 这位谢设计师 没有作品 也没有成绩 没有资格参加内部竞标 就是 怎么能让新来的实习生 签了这么重要的竞选呢 在邵总 我 实力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三天之内 拿出方案 如果你的设计方案得到全公司设计师的认可 你可以参加 如果得不到 我先任邵氏集团总裁 并公开跟温设计师道歉 设计部在对面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吧 还不走 这昨晚没睡爽 还是想在我房屋室 再来一次 你就不怕我输吗 这是 这是让乔氏生命确起 重回巅峰的106个珠宝设计 都出自你手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乔氏的珠宝展 珠宝设计的颜色 与成品的东西并不大 我就调了出版设计图出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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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写了净一黄金 但最后还选几个黄金 为什么要敢用黄金 材料是静怡定的 谢星函 静怡肯动你的设计 那是看得上 他们擅自更改了花围 还有这里 你怎么这么懂设计 你也是祖宝设计师 总监是 那为什么后来不做了 是啊 为什么 总之这些设计图 如果在我们邵氏 效益至少比在乔氏强氏 我让你来公司 并不是因为我给你失败 而是因为你是一名优秀的 祖宝设计师 我不是相信你 而是相信我自己的 你是我见过最有甜度的 祖宝设计师 谢谢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那你今晚会让我失望吗 今晚 觉得你这么感动 是不是得给我点奖励 今晚是我去你家 还是不来我家 清安 我一定会让你重拾自信 总会聚光灯下 回到属于你的舞台 站着干什么 收好的奖励呢 还不赶紧来帮忙 啊 谢小姐 你该不会以为我叫你过来 是为了上场吗 是为了上场吗 如果你愿意的 我倒是可以向妹保你 再跟我 就是不知道到那个时候 谢小姐 还有没有力气看我 赶快请你了 喂 清函 你说到我消息了吗 我醋了你最爱吃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进门家吧 把阳台门打开一下 偷偷窃 谢金涵 新生快乐 那 他怎么知道我喜欢秀琼花 秦 秦 秦 我什么都给你最好的 吃的 穿的 住的 用的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买 乔义舟 我不想再当你的宠物了 我们分手 当年要不是我 你和你爸早就死了 你知道吗 欠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 以后 我每个月都会攒钱 还 你拿什么还 你爸这些年的医药费 他就是个天明数字 你要是现在跟我分手 我现在就定了他的腰 乔义舟 你不能总拿这个威胁我 你 知道 知道你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我没有 知道 好 今天就把嘴巴弯了 我不要 我不要 他在喊救命你没听到吗 你这是强奸 他是我的未婚妻啊 小青龙 你大半夜跑到别人家里管别人夫妻传案的事情 你一会儿那个太多了吧 对不走 欺负女人的脑中 等酒醒我再收拾 走 你怎么突然来了 回去换身衣服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这些都是我的设计 而且都是按照我原本的设计方案打造的 这是艾丽克斯的设计图 你喜欢艾丽克斯 嗯 他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了 我之前就是因为喜欢他的设计才录得好 但是 八年前他突然销售逆迹 就再也没有错过新的作品 因为八年前 他失去了自己的灵灾女神 什么 你有没有讲过 像邵氏这种国际企业 为什么非要跟乔氏这种三流企业合作 因为 乔一舟的妈妈救过你的命 你想涂涂暴力 并不是 我喜欢乔氏的设计 你喜欢 我的设计 我从乔氏拿到了原本的设计图 并将它们重新做了一下 送往世界翻 看 这八年 这些珠宝 为邵氏创造了数百亿的利润 再进入邵氏 分给乔氏 谢小姐 是你拯救了岌岌可危的乔氏 这八年 是你让乔氏 起死为生 并创造了数亿的价值 谢小姐 你不欠乔薇舟的 也不欠任何人的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设计 我不欠他的 对吗 不管他为你做过什么 你都不欠他的 别为男人哭 男人都见 不值得你流氧的 那你呢 你也见了 包括我 不然 为什么看你流眼泪了 我却只想做坏事 来 这也是 艾利克斯的作品 没错 这是他从未对外发表稿的作品 也是他亲手制作 这世界上不一无二的服务品 你帮我传 你帮我传 舅舅 我 他 我 我 救救 我 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秦涵 你能不能把它还给我啊 如果昨天晚上不是我及时出息 你是想打死你的微分期 他是直接前前的 瞧一周 要不是看你妈的面上 昨晚就报警 少青 你别以为我不赚在想什么 当年你就急于谢秦涵 要不是我早出手 你早就 早就什么呀 说出来 不是 求求我求求你了 秦涵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能不能别抢他了呀 花束我的命 当那个女士 静音应该找我有急事 我现在报答 雅静 有意思 你的意思是 从我开始以X的名义 给乔氏共稿那天期 宋雅静就以X自居 拿着我的设计稿 成了文明国际的设计师 谢谢您一直资助我上学 这次还帮我救了爸爸 我听说你是国内珠宝 设计大赛的冠军 所以来想入职少师 是 那么 我可以邀请你毕业之后 来我们乔氏入职吗 秦涵 你能不能为了我 留在这间别墅里 可是我还想多跟前妹们 再学点东西呢 你真是太自私了 当年我在乔氏最困难的时候 我拿出所有的积蓄 去支持你的学业 救助你的父亲 现在你因为这点小事 就让我难过 郝义仲 我答应你 义仲 我的作品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怎么没有 X 就是谢心涵的谢 为什么不能标着我的全名 因为我想把你据为己有 那万一有人来挖墙脚怎么办 我不可能给别人设计珠宝的 傻瓜 难道我们结婚那天 我就向全世界宣布最棒的珠宝设计师 X 就是我们小事解婚的动态 是我们最爱的 所以在我们结婚之前 你绝对不能在任何场合 公开你的身份 这是我们之间的命运 所以 他从一开始接近我追我 就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女人 找一个听话的枪手 有可能是为了抱负我 抱负我 孙岸静也曾是一名优秀的珠宝设计师 他之所以调整你 是因为你在珠宝设计上一个军事无双的 邵总 这是在哄我吧 我从不哄人 怎么 被我捕获了 觉得我是好人 谢小姐 还没有被男人骗扣吗 男人的情话只是骗你上脑的工具 这世界上的男人无比的自私 恶毒 臭 千万不要再想起来 包括你 三天时间已到 到了谢小姐在提交作品的时候 如果你让我 就必须在办公室主动付我 别再相信任何人了 包括我 这些是我的设计手稿 请各位的前辈都在提交 这个世界很漂亮 哇 这也太美了吧 把珠宝以这样的生机扣接起来 居然可以这样 聂青涵 你不要以为你抄的精巧 我就看不出来了 你这是抄袭你知道吗 那请问温设计师 我抄袭了哪个设计师的哪个作品呢 这个设计的风格 花红 还有钻石的排布 这不就是宋雅敬设计师的经典设计吗 据我所知 宋雅敬设计师从来没有用过 钻石和祖母律的排别作合 我都说了 是设计风格相似 你这就是在抄袭他的设计风格 有没有可能 是宋雅敬设计师在抄袭我 邵总 您说过的 对抄袭玲珑 我要求 辞退谢设计师 抄袭可止 确实需要延长 那就撤销温婉设计部副总监的职位 一遇自退 那就撤销温婉设计部副总监的职位 一遇自退 邵总 设计这东西好不好 谁抄谁 都是一目了暗的东西 你没有这种本事 就应该离开手 凭什么 宋设计师平均经常这样设计 但他每次使用的花纹都一抹一天 从未考虑过花纹与珠宝是否合适 但谢设计师在这一个珠宝上 都使用了12个不同的排列设计 且每一处花纹和最短的设计 都排列的相对一张 你仔细看看宋设计师的设计 正是从谢设计中的设计演变而来的 每则每一 但与珠宝本身的设计毫无关系 也就是说 是宋设计师抄袭了谢设计师 他居然全都看出来了 邵秦云在珠宝设计上 眼光这么毒辣 没有滚出烧水 先帮我看看 来过时 这大后的事情 先帮我看看 做得很好 这才是你原本应该有的最残模样 她为什么这么帮我 我在她眼里明明是个玩物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看看这个 怎么 我帮了谢小姐 谢小姐相依称相学 如果你今天害我当众道歉的话 就必须在办公室出动服务为止 今天谢谢你 谢小姐 都是成年人了 谁还玩这么纯情的把戏 真想感兴 就满足我 放心 这窗户是单面的 他看不到我们 夜行难选啊 是不是被未婚夫看到 很兴奋 他不是我 乔亦周最近来别处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他是不是知道你有嫌的主要 他对我从始至终都是骗局 凭什么要我为他手伸入狱 小晨云 你是不是在里边啊 你我这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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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庆云你是不是在里边啊 谢谢你给我下来 哎哎哎小乔总 来来我问你啊 少庆云是不是在里边谁跟他在不要搞 道总正在楼上开会 他知道你要来 感觉是见他 怎么可能 你看你车晃的 他除了他现在他车里搞的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好 我 你什么会开三个小时啊 明明是你让我上来等你的 不愿意等会部的 那不是 那你不是停了好几个和乔治合作的项目 我得跟你聊聊 自退宋亚军和他分手 我就恢复和乔治的工作 我听不懂你带来过这 那就等你听懂了再来找我 我凭什么听你啊 你姓少我姓曹 你凭什么还我 你妈妈救过我的命 凭他领死前让我护震 晴云啊 乔家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 仗着我救过你 就对你欲取欲求的 算是姐姐对不起你了 但是姐现在求你最后一件事 晴云 乔治年纪太小了 你要替我保住乔治 你要帮我好好的照顾好乔治 姐求求你啊 好 乔治者 乔治是你妈妈的心血 他可以死在你的手里 但绝对不能让外人毁掉 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你还不是为了谢心涵出气 乔治 你再说一遍 少晴云 你死心吧 谢心涵他对我死心踏地 就算他知道我出轨了 他也不会选择你 是吗 少晴云可是少氏集团的总裁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您说吧 那我算是对的 少晴云听到乔治的行动 我绝对不能再没了谢心涵的设计 哎秦涵 相信我真的只爱你一个梦 我今天就这么一看 这些年为了敬意 我一直没有碰过他 但少晴云和他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但要睡着 还会用这个残忍方式承诺他 修恶他 少晴云 到时候我们看 就能弄出什么样的表情 我都让你弄上 是不是少晴云弄打的 我都让你弄上 是不是少晴云弄打 脖子上不过是蚊虫咬的 跟少晴云有什么关系 秦涵 如果你爱我 就证明给我看 爸爸的救命前还在他手里 我不能躲 你什么意思啊 抱歉 我就让他心脏了点不太舒服 老板也证开了 但你放心 海洋主题的设计图 我就算不睡觉也会给你画出来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 我是你未会 你不能去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出去啊 主要你再帮我做几个海洋主题的设计图 我们就结婚 宋雅静 你放心 我一定会画出让你满意的设计图的 拖了谢设计的服务 邵总说了 这是这位公司报销 说起来 谢设计师出货公司好像都是做总裁专属电梯的 邵总之前还在会议上八道湖七呢 专属电梯 我还以为谁呢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这几个没见识的土包子啊 静涵 你怎么在这啊 静怡 谢设计师 你认识宋设计师呢 不熟 但我和宋设计师的儿子关系 胡说什么 我哪来的儿子 你住在乔家的别墅里 而是乔宇州去世母亲的朋友 自然也能算是乔宇州的母亲 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抄到宋设计师的设计 原来是接着他儿子的名义啊 你说抄袭我设计的人是谢清涵 他进邵氏了 不可以吗 谢清涵进了邵氏 谢清涵啊 你别以为有邵总护着你你就了不起了 还有你们几个 一群没天赋的东西 我都要看看邵氏没了我 你们还能高兴多久 没了你这个眼界的技术差还处处打压他们的 他们当然只会笑得更开心 小剑 你说什么呢 王设计师用色大胆特别 周设计师擅长刻画 但你却让他们都按照你的要求去扯 设计本身就是自由的 你强行压制住他们的光芒 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优势 去做自己不擅长的设计 我就是怕他们超过你 你 清涵 再怎么说温设计师是你的前辈 你说话注意点 前辈 就他也配 打压后背 遏制他们的才华 无一断送他们的前程 你不觉得你像个柜子手吗 谢清涵 你这什么态度 你不怕我告诉你一种你这泼妇的样子吗 你以什么身份告诉他 孙岸 你不过就是乔一舟去世母亲的朋友 我给一舟面子叫你一声敬礼 但你要清楚你在乔家 其实什么也不是 告诉我 敢欺负我公司的设计师 宋大设计师跑大的担心 怎么 是不满我开除了你的朋友 想找上师麻烦 所以 无论谢清涵被遭打成什么样子 你都还是要走到他身边去 对吗 你先过去吧 这里我来处理 记住这位女士 以后她的消费 不管再多少钱 寄我这样等开我包座 好的 邵总 这边请几位请跟我来 请跟我来 秦云 宋女士 你也一大把年纪了 还做出这副老白莲杀利器的自然 恶心谁啊 秦云 你说什么 我说你品德败坏 令人做好 算是这样的 我原本以为你接近乔宇宙 只是为了乔家的机会 我万万没想 你居然敢勾引他 我没有 我原本只是想请告你离乔宇宙远一点 但是看你现在这副姿态 怎么 你还想引起我的注意 怎么 还想搭我的学生 一个月之内离开海上 否则 邵氏的时候 你知道 你 邵氏 你给我等 有你求我 是好 哎 那个嘴皮是贼厉害的小姑娘呢 你怎么没把她带来啊 他们再去餐 不方便过来 没用的东西 怎么还没搞定啊 邵夫人 我警告你 不要错点 人一样狗 你对人家没意思 会把自己的包厢让出去 那我来这 还巴巴的给人撑腰 邵千元 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你什么心思 老娘还不知道啊 妈 她什么都不知道 您别吓我 哎呦 喂 这千年的老寿开花可了不得了 咱们家的高冷吃花 都知道户妻了 邵夫人 你还吃不吃 不吃我走 哎 老娘给你脸了 你大半年纪不结婚 你还有理了 说 你跑国外八年 是不是为了那小姑娘躲情商去了 妈 你能不能 不能 我不管 这个小姑娘破了 我喜欢 我就她做儿媳妇 哎呀 你快去把我的人追回来呀 周期啊 快去呀 我快去 妈 妈 记住她以后她来烧费 无论带多少人 记我的账 刷完我的卡 我去趟洗手间 呀 请问能加您一个微信吗 不好意思啊 家教森严 我女朋友不让我加陌生的微信 不好意思 赵总 我帮谢小姐赶走的情敌 你就对我这种太多 多谢赵总 你的感谢未免也太廉价了吧 你昨天的主动 我很喜欢 不 在什么 主动 喜欢 诚意一点 别管我 继续继续 喂老公 你儿子铁树开花 会烧到小姑娘了 对对对对 跟你当年一样 但好像技术不太行啊 小姑娘好像不上套哎 谢小姐 很喜欢看我丢脸是吧 我女朋友不让我加陌生的微信 我女朋友不让我加陌生的微信 赵总 我原本 以为你只是玩的花 但跟小宇周不一样 是有底线的人 没想到是我天真啊 什么意思啊 赵总 你有女朋友为什么还要来纠缠我 是觉得新鲜 所以想玩玩别的女人吗 你吃醋了 我没有啊 你放心 我干净的来 明天晚上 到我家了 我 我不会去了 你不会去是吧 那行啊 反正我也不会照顾人 那新到的就去花扔了好了 臭小子 哈哈哈 嗯 嗯 她是群了 喂 儿子 你爸三天后生日 你把那姑娘给我带来啊 妈 人都没答应 您就别在这儿听乱了 哎 哎 你这个老公鬼 一点本事都没有 要是不把人带来啊 我就给你安排相亲 一天十五个 不不不 一百个 全部带到你公司来 就在你办公室下 别紧张吗 谢小姐 我没有紧张 绍琴 您为什么非要我委任她的女朋友来参加父亲的寿宴 难道她对我 别多想 谢清涵 你只是恰搞在她身边而已 她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喜欢你才带你来的 清涵 清涵 这小舅舅你怎么能把谢清涵带这儿来啊 今天是邵外公的事你把她带过来 没错 是我故意把她带过来 是我让她假装成我的女朋友 来骗我父母 晴云 清涵是一周的未婚妻 你带一周的未婚 宋小姐 这是我们邵家的事 好像轮不到你来操心吧 还是说 你以为七何周对你言经计算 就可以对我们邵氏执手 谢清涵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 是我逼她来的 你不用怪她 倒是你瞧一瞧 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 你不把自己的未婚妻带过来 却把勾引过你父亲的女人带过来 你什么意思 是在羞辱你去世的母亲吗 我没有 当年的事情是个误会 静怡已经给我解释过了 而且今天我 是我让一周带我 你闭嘴 叫一周 我不管你跟宋雅兴到底什么关系 只要你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 承认谢清涵是你的女人 是你的女人 我就把她让给你 没事 小舅舅给你承招 静怡 吓到啦 没有 就是以前 她总必会出现在我朋友面前 我以为是圈子不同 没想到 她是压根怕别人发信 现在人情 也不算了 是 一会儿带你去见我爸妈 不害怕了 我怕 你帮我拿一下 我去趟洗手间收拾一下 我爸妈又不吃人 不用害怕 把我打个话还给我 你们干什么 我还给我 坐下 你欺负了 你们在干什么 和媳妇 是你 要 这不是借贷设计师 你和我之间的账 我们改天再算 今天是邵总父亲生日 你最好不要在这种时候闹事 传说中的霸道护肤 儿媳妇真是怕人给我儿子脸上抹黑啊 他好爱他 今天是邵总父亲的生日 你最好不要在这种时候闹事 谢秦涵 你这是那天晚上玩爽 被温乎乎抛弃了 现在巴上这种老女人 怎么 认识老东西当干妈 一起给人当小三啊 你才给人做小三呢 你们这两个人 是趁谁在亲戚中来的 居然连我都不认识 还想偷东西 这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 我都说了 这个耳环是我掉的 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你放屁 这耳环是我儿子亲自设计的 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啊 属于献猜奇迹 想透过大耳环 庄美姐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天酒吧下药 就是你联合别人的 知道他怎么 你用没证据 是吗 酒吧的监控我早就拿掉了 之前是念在朋友一场 我没有去告 今天如果你再纠缠下去 我就拿着监控去警局告 我 我不信 那你可以试试 谢金海 给我等 你刚才是炸她的吧 你没有证据 是啊 我也没想到真的是她 这小姑娘坏得很 你以后不要跟她玩 好 不跟她玩 嗯 这个耳环 居然是艾力斯设计的 这位夫人是艾力斯的母亲 哎 这个还给你 哎呀 我这衣服 这怎么判呀 你稍等 嗯 好了 真好开 真好开 儿媳妇 你审美真好 不愧是我的儿媳妇 阿姨 这个不能乱叫 我怎么配合 艾力斯设计是那样的呀 谢谢啊 臭小子 定然还听得挺紧 我老板还在外面等我呢 我就先出去了 咱们一会儿见 好好好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 少少好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在生意场 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一次 一次 他没下午有点紧张 我再准备一下 他没下午有点紧张 我再准备一下 妈 你儿媳妇 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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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谢小姐 你不要不是抬举 嗯 你该叫我爸爸 爸 嗯 你该叫我爸爸 既然季云认定了你 你以后就是我们邵氏集团的女主人 还叫我邵董 特何体统 拿着 这我不能说 让你拿你就拿着 这里面有几块地皮 两栋百货大楼 三幢别墅 零花钱在卡里 足够问季云药 邵 爸 嗯 这不合适 我们第一次见面 您先收着吧 第一次见面 才要下重礼 我们将老光问你 这次终于出手了 或计收拾 该不退换 你好 这不是 少大设计师 这是又给咱们家 找了个瓶瓶媳妇 哟 少大设计师 不是 这是又给咱们家 找了个平民媳妇 毕竟少大设计师 就喜欢那种下短手艺 这继承的家产 就属于一样 底气也足了 可看不起我们这些亲戚了 就是 二叔 唐哥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生意上 嗯 您这家大业大的 败光了多可惜啊 要不然您把生意 交给我来打理吧 爸 我记得邵氏珠宝 是您白手起家 一件一件珠宝卖出去 才积攒的家业 对吧 自然 终于会发脾气 不错 也就是说 邵氏不是从爷爷手里 传下个江山 既然邵氏集团 跟这些外人 没有任何关系 那他们凭什么 对着邵氢云阴阳怪气啊 凭他们不要脸 还是凭他们人质贱责无敌 这贱你多什么 我们都姓邵 你才是外人 邵氏集团 之所以能成为 资产数百亿的珠宝集团 是邵氢云亲手打造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这些 只会吸血打秋风的蝗蟲 什么资格对着他指手画脚 哪里来的贱丫头 敢在我们邵氏地盘上撒野 我看谁敢动他 敢动我的儿媳妇 我看你是活逆了吧 行行 阿里克斯这作诗的母亲 叫我儿媳妇 上设计师曾经做过珠宝设计 上情人就是阿里克斯 你们这群垃圾 自觉的给我滚出去 再靠近我儿媳妇 别把我看见 阿里克斯 什么 你是阿里克斯 蝎联国际珠宝设计大赛五年冠军的阿里克斯 邵氏的镇宅设计师 也 没到镇宅那么夸张 原来你就是基于我人生光芒的阿里克斯老师 他们经常一直走高端珠宝的线 这次为什么会存出这样一系列的 这个呢是我们首席设计师阿里克斯老师的作品 阿里克斯老师说 珠宝不应该是独属于有钱人的奢侈品 而是每一个努力女孩子 她应得到了奖利 阿里克斯老师还说 每一个女孩子都是珍宝 每一个女孩儿 都是珍宝 我曾经也是爸爸的珍宝 爸爸的珍宝 我一定会找你的 一定会的 你们两个大男人 任凭别人欺负你儿媳妇 我给你们演的也是没有 给你媳妇 老 骂给你了 骂给你了 嗯 谢谢少 谢谢妈 嗯 好意思啊 有妈在 以后没人敢欺负你 没想到堂堂少 哼 大脑鼎鼎的阿里克斯老师 也有这么老实的女孩儿 好 东西拿着 乌公不收录 这是妈 阿姨 给儿媳妇的 我不能收 我妈送着高兴 你就拿着吧 那 劳烦邵总 能先放在您家吗 可以啊 谢小姐 好像变了 变得不怕了 也许我会怕邵总 但我不会怕阿里克斯 打阿里克斯 就这么舍不得了 你现在就是跟少庆一提一致 你要上班就来巧是什么 只要你离开我 就相信你 无关系 绝不可能 你要是敢逗我一下 就休想拿到海洋主题的设计图 设计图 你画完了 快快快放开我 不管是海洋主题还是森林主题 你要什么设计图我都可以给你画 但前提是 你得离开宋亚建 胡说什么呢 那静怡是咱们的长辈 什么离开不离开 你心里很清楚在说什么 你故意接近少庆一人 是因为记录 你误会了我静怡的关系 果然我知道你对我死心大敌 你果然离不开我 静安 设计图我已经发给你个箱了 我现在问你 你能离开宋亚建吗 能能能 绝对能 这设计太完美了 静安 我现在去公司 算了一个设计图的事 你不用等我了 大半夜不睡觉 在这勾引我 你敢捡我的花 你的花 长在我的阳台 我才是给他们浇水的人 当然是我的花 那我还经常给你浇水呢 你是我的花吗 你希望是吗 谢小姐 你今天谈的挺大的 邵总 你该给花浇水 是给花 还是给人啊 给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那真的太美了 晴衣 你这样子吃饱了 那你怎么就走啊 那我来喂饱你了 没了 哇 清涵 真是太美了 对啊对啊 清涵 太漂亮了 就凭这个 我们绝对能拿下这次锦标 清涵 你简直太棒了 宋云 介绍 就让我好好的宋女士大路 宋女士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清云 我知道这次珠宝投标项目 对你 对邵氏都很重要 邵氏想要进入这块市场 近二十年内 这次 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呢 所以 只要你跟我结婚 等我中标 我就马上和乔一周分手 入职少使 入职少使 你凭什么 凭你是个商人 只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好 那就等宋女士 中了标 再来找我 你言为定 来一趟我办公室 进来 邵总 宋亚竟跟我求婚了 求婚 他说他只要中了标 就会甩掉乔一周 跟我结婚 送邵氏去国际市场 那他看中的是邵氏还是 不管宋亚竟是看中邵氏还是看中邵氢云都跟我没关系 就算邵氏是艾利克斯 他也只是跟我玩玩 我没立场难受 那他可能会失望 有我在 他不会中标 所以 跟我结婚的人 会是你吗 所以 跟我结婚的人 会是你吗 邵总 我们公司好像没有谁中了标 就要和您结婚的规矩吧 现在有了 冷静点 谢敬寒 不要再被男人的暧昧态度欺骗 你们之间天壤之别 他绝对不可能爱上你 谢敬寒 不论他对你做过什么事 你都不愿意离开他是吗 我 好 我今天做此好人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我可以私有宋亚竟 后悔他们的感情 让乔宇周回到你身边 只要我一天在 乔宇周就得好好的 恨你 爱你 宠你 二 我帮你搞垮宋亚竟和乔宇周 前提是 不行 谢敬寒现在很排斥结婚 我不能用这个来逼他 前提是你陪我玩到逆为止 玩到逆为止 果然 我对邵清云来说 也只是个有趣的玩物而已 我居然还希望 我的事 就不劳烦邵总取增将亏了 谢敬寒 乔宇虽然比不上邵氏 但凭你的能力 根本恨恨不上邵氏 我本来也没想搞垮乔氏 哪怕他背叛你 对你做了这种事 乔宇周虽然是个人渣 但他毕竟自作过我 也救过父亲 算是我的恩人 我只抱他欺骗我的仇 谢谢啊 你就这么见吗 我的仇 我自己汇报 不劳烦上走飞行 好 谢小姐 你爱渣男就继续爱 我会成全 曹义忠 他的确是个渣男 但我背着他和您搞在一起 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跟我走出去 谢敬寒 即使这样 你都不愿意回头看我一眼吧 我说什么 谢敬寒和邵秦云有一团 我觉得他们俩早就已经 不可能啊 那谢敬寒爱我爱的钥子 他怎么可能和邵秦云搞在一起啊 义周 要想控制谢敬寒 咱们得用点实际的手段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你就把鱼龙湾别墅的钥匙和密码给我 剩下的 我来办好不好 谢敬寒 搞跟我抢男人 那我就彻底地毁了 我可以四游宋亚秦 不怪他 前提是你朋友玩了逆为之 你该不会对乔宜忠还有感情吧 谢小姐 你爱渣男就继续爱 我会成全 今天 是给小姐画娇蜿的 小星寒 不过是睡得及觉的关系 他这么没出息 才刚知过男人 朋友在在另外一个人手里 再见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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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姐 你怎么可能作出车子 是 小姐 小姐 是 小姐 是 小姐 我他妈就只剩这个铺链了吗 闯门打开 我他妈都等不及了 我看了 大哥 这么喝死我 讯息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这个别墅里有监控和警报 请你们立刻出去 是吗 可是监控和警报 已经被我们拆了 小费人 你跑不掉的 大哥 我有钱 我哥哥给你们多少钱 我给你们双倍 你们放过我 为你哥被包养的小三 能有多少钱 再说了 哥们我俩 是那天立忘义的人吗 我不是小三 我不是小三 我老公是消息集团的送财 如果动我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个小小娘 他骗人了 你老公是少人集团总裁 那等会 要不我俩起伏都是少人集团总裁 哎 告诉你小姑娘 找哥几人都跟哥说了 你呀 你个不要脸还够一边的小三 大哥 哎 我叫丁元 丁元 丁元 啊 我在 啊 起床干活了 啊 与伦王别说 现在过来 受伤没有 还行 也不完全算没有良心 还知道喊我的名字 你怎么会来啊 我拿你电话 一直在通话中 你忘了 今天是该给秀秀花浇水的日子了 我看你一直没有来 正准备扔了 他一轻人进了你的屋 打电话 通话中 嗯 小婧月 我害怕 我要留下来陪我 这个是你自找的啊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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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手了吗 什么 没想到上千年这么早成见 静怨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既然这个方法失败了 那我们就换一个方法 彻底毁了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昨晚没学过 不好了赵总 咱们公司投资那个海洋主题的珠宝设计项目 被人举报抄袭 走吧 我们一块去 好 请两位解释一下 秦航 上次你抄袭我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再有下次了对不对 怎么就是不听话了 怎么就是不听话了 秦舟律师 你是不是贼喊捉贼酒的 出现了幻觉觉得自己才是被偷的呢 秦航 我知道你天赋不高 但是咱们不能走歪路啊 是 我是天分不高 被你这个小偷拿着我的作品照样撞骗了八年 你什么意思 从我以X的谜 一位乔氏共稿的那天起 就习惯性地保存住你的草稿和设计新闻 八年来 乔氏所有的作品均出自我手 这就是证据 现在的设计师胆子是真大呀 谁不知道宋设计师是乔氏的X 各种讲语脚像在宋设计师家里是应有应有 还敢拿这种事情来招摇撞骗 是与不是 看看证据就好了 就这水平 谢小姐 我劝你还是跟宋设计师道歉 可能他看你年纪还小的份上 原谅 一定是乔义重 他知道我的习惯 也只有他知道我的优盘放在哪 我早就叫乔依宗消除了所有的证据 你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哎呀 谢小姐 这 宋设计师 乔依宗是不是没有告诉你 我的设计习惯 小学会加比去 买不起电脑 所以我习惯手会设计师 这个习惯 你只保存在心里看 电子图纸 只是为了方便我传输绘制的东西 丢了就丢了 反正也没有设计过程 你面前这些 才是真正的设计图 你面前这些 才是我真正的设计图 这个图稿确实是X的设计风格 设计过程清晰完整 尤其是这次的参赛作品 除了提交的13款手势 还有备用的8款手势 这些图稿的组成 才是这款手势真正的创作的 做这个设计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么说来 难道这个宋小姐 是一直在冒名笔句 这位谢小姐 才是真正的 你看说设计师 那无话可说的样子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习惯手 习惯手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 我代表谢清晗 主动放弃这次参赛 习惯手你凭什么代表我 我 谢小姐这次代表你是邵氏 跟乔总没有关系的 起来你能不能别闹了 那静怡她只是我的长辈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怎么能故意偷偷人家的设计员口 还诬陷人家呢 乔义舟 你不要血口喷人 当时就是你把我的设计图 当时就是你把我的设计图 偷给宋雅庆的 清晗 我跟于仲真的只有亲人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因为误会我们的关系 就要毁过我的事业吧 你相信我 就怕是爱你的 宋雅庆 你要敢再乱说一句 把这个死定 瞧一会干 清晗你相信我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你把设计图翻给钱 咱们回家都闹了好吗 我可以赌上我的职业生涯 我可以赌上我的职业生涯 少庆你居然愿意为我 拿艾力斯的职业生涯去赌 在座的各位都是国际上知名的 行内认识 那 你可想清楚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不用了 你说什么 我说 不用了 对不起 是我抄袭了宋雅庆设计师的设计图 也是我偷了他的设计考 我退出 谢谢啊 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不管你有什么顾虑 你只要这次承认了 你的设计生涯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你对不起 你对不起 随心涯对我说 我不管你在怕什么 你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跟我说 我会帮你 小秋 小秋 你就别为难清涵了 我知道你看不起 我所以想用谢清涵来威胁我 你就别逼他了 你让他把真相说出来吗 抱歉 是我抄袭了宋设计师 是我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我对不起大家 也对不起我的老板邵总 我退出此次行票 都是我的错我退出 我退出此次行票 还没个败了啊 我出钱资助你救助你父亲 你还可废下我 晓一晓 我欠你的早就还完了 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你欠我的你一辈子都还不起 我老实告诉你吧 我一直爱的人就是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啊 啊 就凭你也配合我在一起 我已经按你说的错了 我的事业也被你毁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敢放过我 放过你 不可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 给锦衣当一对子的相声 否则的话 就叫人杀了你那个职位 谢清涵 我能回你第一次 也能回你第二次 你永远别想跟我抢男人 我不管你在怕什么 你都要把真相告诉我 我会绑也 老陈文 再给锦衣当晚社就不能够 凭什么代表我 這小姐這次帶來是燒身 嗯 這早就對他中心了 幫我訂賬出國的機票 哦 對 不用訂回程 我不會再回來了 小晴雲 小晴雲 你說翻越的早天空會有誰在等着我 是會開花的雲朵 每當陽光穿高光落相受你的小酒 他不要我 在時光的在山中 亂的照著我 啊 你说 爱上上去的吗 我就是爱的 齐瀚你居然敢出轨 你 我连你女朋友都算不上 算什么出轨的 不过来 谢清涵我才是对你有恩的人 我给他你就真爱我 我不许你爱别的 你却恬不知耻的爱上了少奇云 你就是嫉妒 你嫉妒孝晴云比你出色 嫉妒他有很多人爱 嫉妒我和宋雅静都爱他 你不许 你不信 你不信自己去问他 这么多年他的所作所为到底真的爱你 你不许我 你就算掐死我 你就算掐死我 我的宋雅静照样爱他 你爱他只有我 你别能吃爱我 你别跟着爱我 你爱你 你爱我 你爱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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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这种款式男士珠宝 市面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可是他想着 邵秦云设计出来的 管他是想着 谁设计出来的呢 现在图纸在我们手上 唯我们所有 这样不是很好吗 静怡 我怎么从感觉 我把谢秦云关起来 让他和邵秦云分开之后 你好像异常的高兴 你不会对邵秦云 有什么心思吧 胡说什么呢 被保你这个小原家都难 总会想着别的难 静怡如果敢背叛我和邵秦云在一起的话 我会疯的 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这么凶啊 我怎么会喜欢邵秦云呢 你是不是又想玩游戏了 静怡走一遍 邵总 是不是时间到了 该出发了 宋雅静正在召开一个心理发布会 你要不要看一遍 不用了 不用了 没错 我就是珠宝设计师 X 之前因为各种原因 我一直不方便露面 但这次的设计产品非常特别 我必须向大家公开我的身份 这套是我帮我爱人设计的 我非常爱他 并且希望你这套产品正式向他求婚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求婚 今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你的答案 这个宋设计师不就是那个被抄行的设计师吗 是吗 用珠宝设计求婚真旺美 因为之前的抄行事件 邵氏集团股票重点 生育急转之下 退货率极高 邵天云 只有娶了我 才能够帮你扭转乾坤 拯救邵氏 你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想要这种方法逼我久了 宋雅静 你还真是不见冠材 大总 等处理完国外公司的事 再回来处理它 好的 用绣球花图案做男士主板 这设计特别 绣球花 你 谢静涵 爱绣球花 他爱我 你在发布会上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笨蛋 我那么说 不顾着这套珠宝预热营销的手段 你当真了 所以你真的没有和邵清云歌功表白的意思 我要表白不也是跟你表白吗 跟他邵清云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小苏邦 跟邵清云比起来 你也好 乔家也好 都只是食之无味的鸡肋罢了 一旦我把邵清云搞到手 你和乔家也就没用了 喂 你说什么 邵清云要把乔正骨灰外给其他 来了 来了 邵清云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把谢清云还给我 我就不把骨灰卖出去 那你现在如果把这十九的骨灰卖出去 我就不是乔治之谷最多的人了 到时候我总裁的位置 我的角色去我绝对要让出去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 乔与正 你知道谢清云设计的那套男士珠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他爱我的意思 乔治之谷 你已经输了 今天十二点之前 把人死了 否则 等乔治义主 我不想被他折磨 就帮我偷出邵氏的声音机密 他这么恨我 怎么可能会让我碰那些东西 你长得这么勾入人不就是为了伺候男人的吗 你这么善良这种事情 你可能知道怎么过你少情云啊 你休息啊 老子不是在跟你商量 去了那边多好的表现 只要你帮我偷出资料 我就放了那个人吧 大爷会希望我恩将仇报 我才认你当恩人 他少情云算什么东西啊 给我老实一点 房子就等着给你爸收拾吧 干什么 小舅舅 居然干打他 我是不是在听人教训他 滚猪卷 那你卖着 干什么啊 赵总吩咐 要等他 你问货 你才能处 不懂 他打你 为什么不打回去啊 乔依舟绝对会令我害他 少情云越紧紧 我乔依舟就越容易得逞 我绝不能让少情云再因为我受到伤害 因为我爱他 我是不会和你走的 你爱他 你爱他 那就让你爱的人好好听你被其他男人都爱的声音 这种别墅的歌音不错 这种别墅的歌音不错 少总那种歌音就不大好 每次再跟鞋小姐上了 声音都太大 我都感觉整种别墅都在谎 带着我整夜整夜都睡了 唉 不叫每个人都喜欢联系 那儿来的 谢谢 谢谢 你喜欢我 我没有 说谎的女孩子 我导人喜欢 放手 把衣服换上 不换上 我来帮你 疫情共踪是吗 好 我先满足 我 你先出去 好 我楼下等你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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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一周打的 啊 啊 这小畜生 他妈死后越来越不把老娘放在眼里了 准备怎么给你媳妇报仇 您放心吧 我会处理啊 儿媳妇 走陪妈逛街去 别看她 乖看妈 跟妈走 走 全部给我儿媳妇报起来 嗯 那就把这些限量款的手表手指 也都报给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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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总 嗯 亲 我没事的 让他捏 一大半年纪好不容易给我骗回来个儿媳妇 就得让他捧着哄着 哎 本来想给我儿媳妇挑个好看的手桌 这厕子上面的翡翠水头也太差了吧 邵夫人 我们刚倒了一批上好的翡翠 你要挑挑玩玩吗 儿媳妇 你跟妈一起来挑 哦 这个 这个好看吗 两块子肥三块地王绿 儿媳妇 你真是太棒了 这位女士的眼光也太好了 请问她是专业人士吗 我儿媳妇可是世界一流的珠宝设计师 您选的 马上就会送回国了 请问需要我们代加工吗 不用你们 到时候翡翠到了 全交给我儿媳妇设计 咱们俩打一对婆媳款的手桌 再做两套自飞手饰 要是还有多余的边角料呢 给那两个多余的男人 做两对袖扣 语言师的钱我付的 我要多一个 小气鬼 折腾了一晚上 终于笑了 看笑起来多好看呢 是那边那个老光伯求我来的 他说惹你生气了 让我帮他来哄哄你 看在他做了我们一晚上提款机的份上 你就原谅他吧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仔细塞杂了谢小姐这些年的经历 没什么能够让人当把柄的事情 他太听乔宇舟的话了 这么小 他肯定有把柄 在乔宇舟手上 他肯定有把柄 在乔宇舟手上 谢小姐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父亲 但是他父亲的医药费 这么多年都是我们少师在自作 前两天我也去医院看了 没发现他父亲那边有什么异常 他到底在顾虑什么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接电话 什么事 三天之内必须要偷到少师的启迷私疗 否则我就弄死你父亲 他人听请乔宇舟和宋雅京 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被人家也得过 封据 你 要 什么事情 啊 真的 他们 即使 我 小片子说谎 那人呢 邵总 怎么了 别墅监控能这么少 我怎么看不见他 邵总 整间别墅里 除了您的卧室 没安装摄像头 其他的 下车 退别墅 我昨天没在这儿睡 穿我衣服 睡我床 还说不喜欢我 想闻我的味道是吧 来 那就好好吻 你 你面什么都没穿 舒逢的孩子 会不会让你吃了 日和珠宝展 那这可是这些年 决雪速度最快的设计品展商 万不少星云对她 自在比较 我一定要把她抢下来 少星云没来找我 却找了乔宜舟的麻烦 难道她是想揭敲打乔宜舟 来跟我谈条件 小姐姐 别等了 日和珠宝展的项目 已经跟我们乔势的了 乔室资金不足 不可能拿下约合的钱 如果你说的是那笔合作保证金的话 我已经筹到了 比起现在 钱已经打到了约合集图的仗上 不然你以为我 凭什么代表约合集图拒绝你 两亿八千了 乔宜舟 你借了不少钱 还抵押了不少东西 乔宜舟 你就这么有自信 你可以赢我了 是已经赢了 我不妨再告诉你 资料 是谢清涵帮我偷 你暗恋了八 你们 你们这种爱 不是我 就算一直发展 他又怎么样 还有不爱 谢谢 谢谢你们 告诉你 谢谢小姐 谢谢你 是你故意把我同在的项目 发给乔宜舟的东西 你都知道了 是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告诉过我自己 如果你选个方的 我就让你回到他身边 我把孙雅精弄走 用烧食来维持他的辈子 但你选择了我 谢谢你选择我 对不起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啊 我从来都没有哥给你 你是爱我的对吗 你爱我 我爱你 从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爱你 我以为我早就暴露了 帮帮我 小庆云 救救我爸你帮帮我 你爸 你说什么 岳和集团涉嫌文物倒白 那所有资金被冻结 那那我的钱呢 当然是被一同扣下了 而且岳和集团在合同里动了手脚 你那笔钱算是定金 根本就拿不回来 一定是谢清海那个贱人力 和少庆云一起来骗我 这对狗男子 我现在就要去弄伞 但又 这座监护室 瞧瞧 这可是四冠人命啊 小点 那病人家属没钱 那不住了不是很正常吗 你就随便找个人 把顺手去一半 不够有人来查的 你现在把药费全都给我吐出来 像以前一样打我卡上 你再去跟少庆云的助理说 现在医药费三倍 而且要预缴十年 老规矩 你一国修 好一个你一国修 少庆云你怎么来了 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的好外 一边领着我的功劳 一边和医院跑 往报治疗费用从我手中的兴起 小小德 真有你 那还不是你自己 没用成人趁虚而入的 那你明明知道 谢清海是我女朋友 你还给他吃 你不是明摆着勾引他吗 那我这样做有什么错 八年前的旅 要不是你闯到过 我被迫去帮你收拾男团子 我根本不会让你送神去医院 我跟你说过 她是我最喜欢的女人 也是你未来的小舅妈 结果你拿了钱领的功劳 还骗我说 你跟他两行相跃 逼我退出 冒充我十文图报 让他做了你八年的枪手 和你不会 你再操作 一个人诈 那我又没错 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当了亲狗 你就应该是这里 好 我今天就要是 也是真的 下午一点 我公司会议事情 你给谁打电话 我要的不多 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就把海洋主题的珠宝设计 和男士珠宝项目 放在邵氏 乔依舟怎么办 乔依舟 他就是个没用的二世子 要不是因为他和你们少时 有点关系 我能看得上他 清云 自从十二年前 在乔依舟母亲的葬礼上 见到你 我每天都在想你 即便是在乔依舟的床上 我想的人也是你 乔依舟这种 我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我的心里是要你 你个超级狗 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方厥词 你说什么 这些图纸里 有你当时和谢金涵对峙时 谢金涵的作品 也有几张我亲眼看见他画的 这些图纸里的笔封画法 一模一模 都出自一人之上 孙小姐 一直以来抄袭的那个人是你 是你通过乔依舟 拿到了谢金涵的作品 是你拿着他的设计 都去三塞过一家 乔氏珠宝设计师 挨个字是谢金 是你霸占了他的武力 欺骗了他整整八年 既然邵总不顾邵氏的死活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 等到邵氏集团 因为口碑崩坏 接不到订单的时候 邵总再来找我 我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想让我去你也可以 想让我去你也可以 但我的妻子 必须是真正的中文设计师 只要你画出一张 令我满意的身体 我就去你了 邵总想要软饭硬吃 那我就不奉陪了 孙大设计师藏的可真够深 要不是发现多年 我都会被你买一辈子 你一边笼练着乔宇舟 一边和各种富二代搅到一起 无耻放大 乔宇舟知道吗 你暴力想干什么 你如果不想让我把照片发不出去 就现场画一个珠宝舍戟给我 只要令我满意 我就可以把照片全部毁掉 然后再娶你 你还不满意吗 送到这些事 我承认 是我抄的谢清涵 但是那是他自己蠢 乔宇舟说什么他都信 活该他被骗财骗色 给我当枪手 乔宇舟虽然混账 但他没有那么错 真正能硬瞒我八年的人 是你 对不对 是你鼓动乔宇舟骗谢清涵 然后帮他扫清首尾骗我的 对不对 对 谁让你爱上谢清涵呢 是我先认识你的 你为什么要爱上一个 自己资助的大学生啊 我哪不如他 对 我跟乔宇舟在一起 就是为了气你 但是乔宇舟自己蠢啊 我说什么他都听 我就是要折磨他羞辱他 我要把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还要利用他折磨谢清涵 我让你们永远都不能在一起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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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八年前 你让我贸任邵清涵 也不是为了 我是为了阻止邵清涵和谢清涵在一起 对 我还要拿走谢清涵的才华 让他一辈子陷在你这种 又蠢又臭又烂的泥潭里 你们一起腐烂发愁 永无出头之日 所以 真正资助我上大学 救了我爸爸的人不是你 是邵清涵 八年 你利用你对我的恩情 让我给乔宇供搞供了整整八年 不让我出门 不让我上班 不让我交朋友 都只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我 那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就应该听我 你如果乖乖听我的 就不会被少群群惑惑 那我们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些还不是怪你 八年来 我曾经非常努力地爱过 你是怎么对我的 现在 我终于找到了真正帮我的 刚好 他也是我最爱的 他也是我最爱的 谢清涵 现在还是我的女朋友 你这样子出鬼 孙小姐 你们刚才您说的是真的吗 听说您在少孙人在世时 就勾引过他老公 现在还勾引您家儿子 还在您的葬礼上勾的其他男人 你是真的一点道德感能力吗 孙小姐 现在全网都在骂你 请问您还有什么想要 对被欺骗的网友说的吗 全网 是的 孙小姐 刚才各位的对话 已经通过三个高清摄像头 全程网络直播 你们口中的真相 我相信已经传遍了全网 感谢宋设计师的慷慨相助 拯救了邵氏 也拯救了我的公子 秦宇 秦宇你还我 秦宇 如各位所见 谢清涵设计师 才是真正的孩子 之前苏雅进发布的那一整套男士珠宝 也正是谢设计师 准确的来说 是他亲手设计 用来跟我求婚的 我宣布 我答应他的求婚 我们将会很快举行婚礼 医生说了 爸没有什么答案 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邵总 他是我爸 您别瞎叫 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这句话 谢清涵 我爱你 我爱你 八年前 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表白 让乔依州钻了空子 也因为我的缘故 让乔依州和松亚青 欺骗了你 我很抱歉 今天 我当着爸的你的法事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我会好好地疼你 爱你 重脸 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就这样 所以 你一开始欺负我 惋怒我 都是为了让我对一切是真相 然后逃离出来 抱歉 我用了最极端的方式 我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 八年 你记得 Alex 不再发表任何作品 好像 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 八年前 乔依州跟我说 你们两个两次相遇了 要求我退出 因此 我就远走国外 失去了所有的床的热情 这枚戒指 是我遇到你之后偷偷借的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可以亲自给你戴上 谢清汉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天 想救你干什么 小心 心里为你乔队这条骨牙中敌我比你破 你满意了吧 乔宜忠你冷静点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你乔队自去 我没对你做什么 我不会 我觉得这些时候非洲都是你们害的 他把我杀了你 想杀了你们经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 想杀了你们经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 乔宜忠 你没事 我动 你放开他 不要做什么都 我都答应 好 跳下去 好 你把刀放下 你别 再跳得掉 放不下了 你要把刀放下 你把刀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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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搬给搬给我没有关系 跟你救不救我 也没有关系 我接下来 别动 住手 打了你 抢羞你个王八蛋 有忘记你死掉了母枪了吗 好了好了 天悦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接受了 新郎和新娘是不可以见面的 你不知道吗 从明天开始 我就是少夫人 今晚 是我能被叫做西小姐的最后一个晚上 所以 少总卡过我那么多次床偷我的香 现在也轮到我爬一次床 偷一次香了吧 是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床 国家 也松 clearing 都无法 事 潟